各位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 抵达真相的彼岸 有粉丝呢 发爆料 说浩哥这两个事 你怎么说说啊 这些独门运们 这些摇棍们啊 又全都兴奋起来了 蛤蟆炒弯一样啊 一个事呢 就是说上海的外滩 竟然呢 穿同样的服装 跑步 得报备 然后呢 不报备 给抓起来了 给刑拘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看 那个海外的独门运们 好多个账号 你比如说这个 偏执性的法轮功的造谣的精神病 赵兰健啊 说这个 上海黄埔区政府 把穿三件相同的衣服 定为需要公安局派出所批准 共产党统治管理人民 吃寒恶拉撒之外 还要染指公民的着装 公开的场合 穿同样的衣服都被列为犯罪 我啊 这个视频 咱看看视频啊 今天报备 不是说不让跑 不是 你的手 你们不认识的 不是 你这个衣服 是不是限量版 你买了 别人就不能买了 对吧 这个概念 我讲话要讲道理 跑步 一个人能跑 三个人就不能跑 什么就统一活动 我今天跑了 我同事来跑了 我们两个人就统一活动 就不能跑了 要报备了 你问问看民法典 有没有这一条 对的 对吧 你打警察 打电话 打12345 你看看 咨询一下 有没有这个活动 穿一样衣服的人 不能跑步的 有吧 上海 上海中国 有这个规定吗 没有 对吧 那我买衣服的时候 也要注意了 我买一样的衣服 人家买这个衣服 我不能买了 对吧 没事 你先帮忙 所以 不是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对吧 请打指 不好意思 问你一个事情 这里 不是跑步吗 对不对 跑步到吗 我早上来跑 我一个人早上来 过来跑步 可以来跑 对吧 可以跑 也不用登记 也不用什么东西 对吧 那么我和我老婆 我孩子 三个人过来跑步 可以跑吧 可以跑 需要登记吧 不需要登记 那么我如果和我老婆 和我孩子 穿一样的衣服 家庭 亲子装 都是黄颜色的 买的一套衣服 就要这里跑步 就要登记了 有这种讲法吧 三个人 这个三个人 三个人 那么我老妈 丈母娘也 婆婆也过来 跑个一公里 带孩子来跑 穿过一定的人数 穿同衣服 这样就需要 就不行了 对对对 穿过一定的人数 所以说 前面几个人 在一起跑步 你们同时拦住他 他说不允许跑 我一听 我一听 懵懵懵掉了 我说我穿的 不是有什么大标语的 就是上海 我爱上海 对吧 你爱上海 他只要你有 一样的衣服 黄埔区 他们这边 有规定的 包括外滩 他们都有这样的规定 统一服装 人家这叫统一服装 统一裤子没关系 裤子一样 因为我 鞋子也可以 鞋子一样 鞋子一样 但是你不能有什么 广告语 广告 老百姓 谁会去穿广告语 对吧 就是这个鞋子便宜 这个鞋子便宜 买三双便宜 买两双便宜 对对 都可以 那是可以的 对吧 其实这视频呢 没啥毛病 一个体育场 一个公共场所 说你要是做广告 你得报备 对吧 你好家伙 你一堆人 你穿着统一的服装 一个上面写一字 你做广告 你跑到人家的 那个公共场所去 做商业活动 做广告 你是不是得报备啊 这说在这规定 没毛病啊 一点都没毛病 而且呢 按照中国的网络上 透露的 这一伙人 还真他娘的不简单 并不是说什么 自己一家子 他这一伙人 有五十个人 五十个人 穿着统一的服装 在那跑 咱也不知道 是传销的 还是干啥的 说实在的 做的没毛病 根据这个神经病 这个这些读者运们 这个说 给抓起来了 说4月24号 上海四名市民 穿相同的T恤 进入体育场馆跑步 没有提前报备 黄浦区政府 二月的新规定 公共场合 统一服装 大鱼三人 去到派出所 进行报备 保安当时沟通以后 四名市民离开 心生不满 在网络上肆意造谣 抹黑 传谣 引发巨大的负面舆论 将发视频的 严某某 拘留七日 已经传播视频 超过三人 将严厉查处 最高刑期七年 留有视频的市民 请立刻删除 不要被境外分子 恶意利用 什么上海公安局 之类的 那这个警情通报 是不是真的 一看就不是真的呀 各位 你看哪个警情通报 里边敢威吓公众啊 说你 传播视频 最高七年 你这 海外的独轮运 是一点常识都没有 你看 这不是吗 人家批谣了呀 然后网上因为 现在有很多虚假的信息 他们自己造出来的 这些新闻 可能这个真实性 需要再考察一下 因为这么急的一个新闻 还没有官方的消息 通知到我们身边 像这种情况下 一般的 纳入一个口袋之云 就是一个 学习知识嘛 传播是否 会涉及到 无足配方之类的 首先要确认 这个信息 一个真实性 第二个呢 那合法性嘛 那这就是世保 世保涉及到他人 或者国家利益 警方回复了啊 这是个假的 我们没抓任何人 但是下一步要抓了 抓谁啊 这视频这不说了吗 一个名为 兵哥评说的 微信公众号发文 这虽然文章已经删了 那那位说 这兵哥评说 那肯定是国内的一个反贼呗 把海外的 这帮独轮运摇棍造的摇 转回中国去 是吧 这还不 公安局说了 这是寻衅滋事 这还不抓起来啊 活该 这肯定得拘了 人家没拘 他先拘起来了 这不是活该吗 是吧 这是一个事 还有一个事啊 还有一个事啥事啊 哎呀 话说呀 这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粉丝给我发过来说 好 给你看看吧 这毒轮运吗 啊 这又在吵啊 说什么呀 说这个 中国教师 找习近平 借钱买房 啊 好吧 咱们先来看看啊 习近平总书记你好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目前就在国内任职 这些年遇到了一些困难 因为测不够房子首付 婚姻一直被搁浅 我的收入相当有限 亲戚朋友也因为买房子 一贫如洗 他们指望不上了 于是我 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向您借点钱买房子 由于国内舆论通道是毒死的 只能翻墙求助于你 当然 我说这些话 肯定不是心血来炒 既然是穷人办事 肯定不能空手而来 于是我写了一些东西 作为诚意 方便您更深入的了解地方政府 和国内舆论系统 这些年对人民做出的 巨大贡献 我写的作品 就在作品栏里 请您过目 最后补充一点 我的愿望是成为像 魏珍那样的人 但是 可能结局是 比干 祸不及家人 那位说 这个祸是真风啊 还是装风啊 他还配当魏珍 当比干 我的天哪 魏珍 遇到了明君 是吧 然后呢 比干呢 遇到了咒王 直接给绑到铜柱子上 给碰了 我估计这精神病啊 这精神病 写的那篇那些东西啊 你一看 那就是被海外的这帮独罗运 洗脑的 因为他这个视频 是发在推特上的 是吧 这被海外的独罗运 给洗脑都洗成啥样了 他就是一个反贼啊 就是说这个中国不行了 外资撤离了呀 什么贫富悬殊增大了呀 都这个都这个啊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 被洗脑的一个精神病的反贼 那位说像这玩意儿 陕西的啊 在陕西的一户 你说这玩意儿 你说怎么弄啊 中国还真没法弄他 是吧 因为他他他他他不涉及到 啊 这个辱骂之类的 对吧 他就是借钱 单纯的就就就就 就是一耍赖 那就借钱 是吧 那那位说 如果人人都缺钱 都去找老习去借钱去啊 是吧 那还能行吗 啊 是不是 再说了 你没钱买房 你就找这个领导人去借钱 对吧 啊 说实在的 这个中国人的房屋的拥有率远远大于美国 你们知道吗 美国大部分人这一辈子人家就是租房住 因为养不起房子 中国的房子可以说是世界上可以说是最便宜的投资品 为什么呢 买了以后70年就下去了70年以后再给你续也不用交钱 美国这是你每年得交地产税啊 这地产税这个你的房子要稍微大一点上万呢 这地产税啊 如果你一年周转不过来 然后呢欠了地产税了 是吧 那你有可能你这百万美元的房子马上就归了政府就给你拍卖了 你不交地产税这房子就不是你的了 你知道吗 所以美国人的房屋拥有率远远小于中国就这货还不知足呢 对吧 这就是一个被洗了脑的反贼 但是中国政府也没办法 对吧 你也不能因为这个给他抓了 是吧 那那你说你怎么弄吗 你像这货 那就只能是 那就只能是 要不然的话 给找一个免费的管吃管住管打针的地方 这种人还真没智 真没智啊 或者他是装疯 就是为了什么呀 就是为了走线 然后呢 拿这个玩意儿当正臂的资料 是吧 我觉得当地的政府 也不用拦着他 不行的话 上门给他办理护照 是吧 让他走线不就完了吗 对吗 对了 到美国来找拜登借钱买房 是吧 你看看 他走到这儿 还来得及吗 这还几个月 拜登为准就没了 下台了 是吧 赶快吧 赶快走线 趁早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 好